欢迎来到NTL娱乐新闻频道,请订阅频道,以免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《锦衣之下》后,任嘉伦和谭松运将二搭合作,预计年内开拍。 任嘉伦和谭松运主演的《锦衣之下》是一部非常火把奥剧,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,近日,传来了两个人即将二搭合作的消息, 新剧还是一部古装剧,名字叫《江山未聘》,预计将会在今年内开始拍摄。 这部剧是根据小说《吴皇万岁万万岁》改编而来, 男主是一个想尽天下盛名的英明雄主, 而女主则是一个背负千古骂名的奸命之臣。 这样的人设看上去和谭衣之下有一点像。 江山未聘男女主的身份差距是非常大的, 男主是高高在上的皇帝, 而女主则是被人救下来之后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太平王朝, 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汉林院的女子, 因此朝堂之上没有人喜欢她。 江山未聘这部剧的剧情是很有意思的, 如果真的游刃嘉伦和谭松运主演, 相信播出后收视率不会低。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?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 感谢收看频道, 更多娱乐资讯请订阅频道。